怎么不会 我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集团今天的什么法律顾问 直接跟咱们客户都联系上了 把我的资料都拿走了 还告诉我们的客户 说千万不能参加我们的融资 那这什么意思呀 只准他这大老板挣大钱 不准我这老百姓挣小钱是吧 他明知道咱俩这关系还要这么整 那这什么意思 他真是不把你这老丈人放在眼里 小黎 别急啊 不能不急吗 我一个女人家从外地赶过来做点生意 我容易吗 却让她这么给我搅和黄了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这生意真让她给我搅和黄了 我就去跳楼 那也不至于跳楼啊 我现在就去跳楼 小黎 小黎 我这没法活了 小黎 你别弄我了 他把我生意都给我搞黄了 你是不是知道 小黎 小黎 小黎千万不要冲动 你放心 我马上收拾她 我保证她以后绝对不敢 爸 你怎么来了 坐 不坐 不坐 洪汉 你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竟然派人到小黎那儿去捣乱 我正想跟您说这个事呢 爱小黎啊 确实是有问题 她那个基金涉嫌诈骗 她是在你们老家干不下去了 才转移到外地来 你胡说八道你 她的资金窟窿很大 您可千万别陷进去了 可可不给你那个房子签字 是对的 她赔钱了 我就不管 我还在乎钱嘛 我都这个岁数了 我在乎的是感情 可是人家跟你谈的不是感情 放肆 不许你诋毁我跟小黎的感情 别说是一套了 就是十套 只要她要 我都敢卖 我可告诉你 不许再去捣乱 如果你敢 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这儿我也不待了 我走 爸 您去哪儿啊 请说小丽 我俩是四十活 跟你没什么关系 真没瞧说您还是个情种 可是您这感情是放错地方了 您这段时间是不能再去找 这个艾小丽了 您需要冷静 您不想想 老话说的 一个女婿伴个儿 我能害你吗 我没你这样儿子 你少管钱事 您是可可的爸爸 您的事就不是闲事 我必须管啊 李洪海 我警告你 别自己找不痛快 多不痛快 今天我都不能让你走了 找打是不是 您要下得叙手 您就打吧 这老头 打人还打上瘾了呢 老李 我爸又打你了 你没事吧 我爸这人真是过分 没事 擦枪走火 老李 咱不管他了行吗 他要封你就让他封去 他要栽跟头你就让他栽 不行 你爸现在就跟那着大火似的 再这么烧下去 非烧着他自己嗝 我眼看着老丈人 栽跟头 我不能不管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叫自作自受 我跟你说了 别让他搬过来跟咱一块住 你非得不听 你还跟我自作聪明 还耍心眼 你现在知道了吧 自己吃苦头了吧 吃苦头我也乐意 挨老丈人揍 不丢人 谁让我老丈人 是拳击冠军呢 老李 我求你了 咱俩都快分开了 你就别管他了 你就把什么事都交给我吧 你不行 老李 马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只要咱俩的日子还没到 我就还是你丈夫 你爸就还是我老丈人 眼看着老丈人往火坑里跳 我不管 我这算什么女婿 对呀 李洪海 我觉得我们应该聊聊 对不起 我在等我的客户 请你不要打扰我 不用等了 你约的人就是我 李洪海 李洪海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也没让你走 你就好好坐着 好 你说 你和我老丈人的事 我希望你收拾我 管得够宽的 我和夏大晟是真心的 真心的 真心的你会拿他当枪使 真心的 你会让他卖房来补贴你的生意 他是支持我 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安心地做生意 再说了 我不会不还他 你还不还他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你之前处的几个对象 也都没少支持你的生意 结果呢 结果呢 血本无归 那 那是此一时彼一时 那会儿我没挣钱 你没挣着钱是好事 等你挣着钱就来不及了 因为你挣着钱是违法的 怎么等你要进去的时候 准备把我老丈人也带进去 李洪海 你说话太过分了吧 我哪得罪你了 我不就是租了你个会议室吗 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早知道我压根就不该跟你见面 哎 小丽 在我面前你少来这趟 我的身份你是知道的 我可以是佛 也可以是魔 你幸亏是遇见我早 咱们还能坐在这儿 谈你回头是岸的事 否则 你现在早进去了 小丽 跟你说一句我的肺腑之言 也是我的经验之谈 感情和钱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钱没了可以再挣 感情要是出了问题 没人能帮你 我知道 你之前也是做正经生意的 后来是效益不好 赔了 才换成现在这种蒙人的勾当 这样虽然来钱快 可到底不如清清白白地挣钱 来得踏实吧 你说得真轻松 说得真轻松 重新开始 哪那么容易啊 现在要有资本 有钱 有人脉 你一旦失败一次 就得全赔进去 现在根本没有人给你 重新开始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回头 我愿意给你重新开始的机会 你是聪明人 聪明应该用在正道上 我今天来两件事 第一 如果你愿意悬崖勒马 做正经生意 我愿意帮助你重新开始 我的人脉 我的资源 帮助你是很容易的 第二 请你离夏大盛远一点 因为他是我的家人 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有问题 怎么选择都在你 小丽雅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吕洪海那小子 你放心 我已经教训了 他不敢找你麻烦 不是 我老家突然出了点事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那我陪着你 我跟你一块回去 不用了 你在海州好好陪你女儿吧 女儿这么大了 不许一趟我陪朋友 你看咱俩这关系也 帅小丽雅 你们是 我们是警察 您涉嫌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 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说我是不是年纪大了 糊涂了 事儿都过去了 女人不都说吗 女人不都说吗 一辈子总会碰到个渣男 其实男人也一样 总会碰到个渣女 这样人生才完整 您有了这下子 您的人生也完整了 其实您就是碰错人了 您恋爱的那个状态挺好的 有激情 带劲 认准了就赴汤蹈火 挺爷们的 你就挤兑我吧 我是真心话 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在女婿面前 真是没里没面 你是不是肯定心里 在笑话我呀 我哪敢笑话您的 那天 我是不是打疼你了 我都还没看清楚 那个拳头从哪儿来的 我就已经 要不 你再拿回来 行 但是您得认真地教教我 我才敢跟您过招 要不还没等我比划呢 我又 可可 以后跟老李啊 别老在家里闹变 老李多好 以后好好过日子 爸 洪海 我明天就回去了 怎么说走就走呢 多住些日子吗 你们两口过日子 我一个老头子 掌握在里边 算怎么回事啊 我这次看闺女 嫁了一个好女婿 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不过你放心 我还会再来的 我下次来 我一定好好教你打拳 说不定咱爷俩 哪天打起来的时候 你也不至于太失贵呀 是不是 又 来 您最好呢 能把那个宴台给找回来 侯律师 那个宴台我真的追不回来了 那咱们就没有什么可收的了 咱们发言见吧 侯律师 侯律师 您等等 赶快商量商量 就是再商量一下嘛 侯律师 那咱们就没有什么可收的了 咱们发言见吧 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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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坐吧 二叔 那人是谁啊 别急了 怎么了 二叔 咱回屋里说吧 前段时间 我去收废品的时候 收了个厌台 再来 二叔 那个厌台 真的支无数万吗 我咋能知道它支多少钱 哎 不过 它要是不值钱 那个厌台的主任 为啥抓着我不放 还有 那个新部的老板 他为啥不把燕台还给人家 对吧 二叔 你就说吧 你想怎么办 我不想咋办 我呢 就想把燕台要回来 还给人家 这咋不是就没事了吗 对不 你说你要了那么多话 你要过来是 人家压根都没打算给你 人家闭口不谈 二叔 我跟你说 这个燕台你是要不回来 你弄不好你还得吃官司你知道吗 人家律师都说了你不占领 你说怎么办 要不然 咱也请个律师 你觉得这官司你能打人吗 你弄不好你还得再打上一笔律师费 你说你何必呢 对不对 那你们说 这事情没办法了 二叔 我跟彬子呢 我们俩呢 在海州也认识一帮朋友 好 这个燕台 我们能帮您要回来 那太好了 但是呢 你也知道 现在呀 手人半份 你们在花钱嘛 对不对 四儿 道上的规矩我懂 你们只要把燕台给我要回来 我 保证少不了你们一人一份辛苦费 你是不是彻底把我给忘了 自从你离开艾莎工作室 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 我实在太忙了 对对不住啊 今天这顿饭我请 来 干一杯 我真后悔 我真不应该把夏可可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不管你告不告诉我 我都不会轻易放弃可可的 今天我约你 就想最后问你一次 你心里只有她吗 有些话 咱们还是不说了吧 彼此心里清楚就行了 不行 你今天必须说 只要可可在 咱们就不可能了 我恨她 你说你最爱的过程 从看待世界太悲观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歌手杨帆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来杨帆 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杨帆啊 我们知道不久之前 你还是一个末末无闻的酒吧著唱歌手 而现在 已经有人将你誉为今年歌坛最大的惊喜 你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来杨帆 请你说一说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新专辑能够顺利面试 我想感谢一个人 她叫夏可可 如果没有她对我的支持和认可 我就不会认识今天的制作人 更没有机会坐在这里 让所有人能听到我的音乐 我在此感谢夏可可 也感谢各位听众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 总和时间过得太慢 我想你再不成一切 像天边的光点 永远不会改变 喂 刘大哥 可可 晓晓的意大利比赛又得奖了 真的啊 那太好了 她能有今天的成绩 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啊 不用感谢 裴红 你今天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你真的那么爱李洪海吗 你真的那么爱李洪海吗 当然 她是我唯一的男人 唯一的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过不了多久 你就不会再横下可可了 她再也不会是你的障碍 什么意思啊 她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没几天了 你的前男友很快就要跟她分手了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就说好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三个月 你没必要装得这么无辜吧 这得多亏了你当初搬弄是非 找了个刘东阳出来做假证据 所以李洪海刚结婚 就和夏可可提出要离婚 但毕竟外界压力太大 她才决定两个人在一起 就过三个月 答应给夏可可一千万 裴红 不 我觉得以后 我们肯定能成为朋友 喂 洪海 我现在马上见到你 什么事儿 电话里说吧 不行 这件事情只能当面说 你别拒绝我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洪海 我就知道你早晚是属于我的 夏可可不可能从我身边 把你给抢走的 你命中注定就是我薛英的男人 洪海 我都知道了 你没让我失望 你知道什么了 你和夏可可的婚姻 就要到期了 你听谁说的 我听谁说的不重要 我只知道这是事实 洪海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我的决定 我珠宝公司的生意 我不想做了 你公司的股东 我也不想当了 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做生意了 我只想跟你相夫教子 做一个贤惠的女人 跟你生孩子 房子 薛英 你确实知道了一些情况 但这都是之前我和可可的约定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我和可可生活的这三个月里 我爱上她了 所以那个约定已经不存在了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的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 那就是你疯了 你怎么能违背自己的初衷 去找一个冲着你前来的女人呢 你忘了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吗 你要不提这个 我都不想跟你说了 刘东阳给我发了个短信 他良心发现 觉得用那么下作的手段 去污蔑一个姑娘的清白是很卑鄙的 他向我发短信道歉 我知道 刘东阳不是罪魁祸首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今天你要不提这个事情 其实我都不想谈这个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跟可可在一块生活了三个月 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你放心 我不会骂你 我也不恨你 这都过去了 李洪海 如果当初我们结婚了 你现在也一定 像离不开夏可可一样 离不开我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为你付出的少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这不公平 薛音 自从咱们分手以后 你就从来都没有冷静下来过 我希望你能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 回老家看看你的父母 把过去都放下 好好想想 以后该怎么生活 好吗 丁洪海 我不甘心你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爱你 我爱你 элект 衍穴 終于到你发挥个人魅力的时候了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咱们公司上市前 最重要的一次亮相 你的每一句话 都将影响着集团的未来 不要有顾虑 尽情地发挥 你别唠叨了 本来没负担 让你一说有负担了 严家搞什么准备怎么样 我帮你再过一遍 我再给你背一遍 行行 我再说最后一点啊 千万不能紧张 我看你比我紧张 爱天集团已经走过了一段 不短的旅程 要让爱天集团成为一家 持续发展的企业 为更多的中小投资者 带来持续的收益 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秉持的价值观 就是为每一个家庭负责 我们今天还在奋斗 明天呢也许很困难 但是我们的未来会无限美好 所以让我们更加努力 才能在漫漫的征途中赢得胜利 谢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尽情地向我发问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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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抱歉啊 我们董事长接下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要开 有什么问题下次再问 抱歉 抱歉 来 来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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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你看这件衣服 这拉链这儿 到时候给它改一下 合适 好嘞 去吧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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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老李那儿 肯定已经炸锅了 你去把那些记者叫来 我给他们把事情解释清楚 不就完了吗 你根本不用找记者 记者都堵在酒店门口呢 咱们出策略之前 你不许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否则越抹越黑 鸿海 你可不许感情用事啊 咱们必须得给公众 一个合理的答复 否则咱们集团上市 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 跟可可通过电话 鸿海 咱们的IPO团队 还有券商代表 股东们 都在商讨如何应对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冷静冷静再冷静 我没法冷静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对可可的影响太大了 我都不敢想 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会怎么说可可 我必须得发声 你现在必须以大局为重 不能出面 我要发一篇声明 缓解一下舆论 学音 是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 学音 学音 是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 这么刺激的内容 不与大家分享多可惜呀 事实证明 富豪的婚姻就是受关注 钱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 你要是还有人家的 有点人性 你就去跟大家说清楚 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要不然下课就让你给毁了 毁了就毁了 我把自己也给毁了 在李洪海这儿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你就是个疯子 我忘了 这事还得谢谢你的陪伙 这次要不是你的帮助 也不会有今天这一幕啊 我当时就是昏了头 才上了你的当 夏可可是我最好的闺蜜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了 我就是太善良 才让你这种人给算计了 你毁了夏可可 也毁了你自己 是我亲手毁了我自己 我就是亲手 毁掉了我自己 我听说你 你管了我 有什么个字 都知道我 你们看见我 我 aquifal 就要让我送你 他送你一下 你把我递宋去 你就是我 你去看我 是对我们爱天集团 上市计划的恶意重伤 希望在没有确凿 证据的情况下 在座的各位媒体人士 不要轻心谣言 我有一个问题 您问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夏可可 是李洪海董事长的妻子 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我知道 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 这个协议是否真实存在 第二 这一千万是否属实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想声明一下 我现在的先生李洪海 对待爱情是一个极其严肃 极其传统的人 我们俩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他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热烈的 但是后来结婚之后 由于一些不争的事实 他发现我跟他结婚的动机 有问题 实事求是的说 我就是社会上 大家经常说的 拜金女 夏可可女士 你这么说 就是承认你就是拜金女了 事实如此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就处心积虑 千方百计地接近她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赢得她的情感 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想要嫁入豪门 成为富豪的太太 拜金又不犯法 在我的先生知道这一切之后 她觉得婚姻失去了意义 所以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当然觉得不甘心 也向她提出了一千万作为赔偿 她很大度就同意了 所以就有了这份协议 整个过程当中 李洪海没有任何的过错 所有的责任 都应该由我来承担 夏女士 你为什么敢承认这个事实呢 俗话说道已有道 拜金的人也应该有她的操守 岳村 浩海你要去干什么 我去跟记者把事说清楚 不行 你现在不能出面 你为什么不拦住她 浩海 可可的讲话救了你 救了咱们公司 可这不是事实 他们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可重要的不是事实 重要的是可可 现在站了出来承担了一切 喂 哪位 喂 可可 我 我刘东阳 咱俩见个面行吗 有什么事你就在电话里说吧 你无论如何 你 你跟我见一遍 好吗 可可 谢谢你能来见我 真的我知道 你心里肯定是恨透了 你是个好女孩 是我一直对不住你 反正今天我人都在这儿 要骂 要打你随便 你怎么解气怎么来 好吗 来 行了 刘哥 这事过去了 我也不恨你 这事真的不能就这么过去了 你过去了我都过不去 你要不骂我一顿 打我一顿 我心里都难受 我说过去就过去了 我知道 真的 你也是被薛英给利用的 谢谢 不过 可可我真的得给你提个想 你真的得提防着一点薛英 这个女人 如果要是疯起来的话 她实在是太可怕了 薛英根本伤害不到我 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这个妈妈不知道 怎么妈 母亲 仅仅当中安 刘哥 大家冷控制风格 警察 知道吗 我是有引药医生的 我们认识和骑人 你非要离开我 是因为我以前 伤害过你的自尊吗 我以前确实这么想过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加倍地惩罚我 只要咱们不离婚 行吗 老李 其实这三个月过去了 我那点小自尊 早就已经着巴回来了 我早就已经不生气了 真的啊 一点都不了 那为什么不能留下 先吃饭吧 你讨厌我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十万个为什么呀 这两天是你的关键时期 你又要路演 又要谈判 咱俩先吃饭吧 好吗 好吗 可可 好了 咱们不要把时间 都浪费在讨论上 这是咱们的倒数第二天 咱们要珍惜 吃饭吧 吃饭吧 来吧 我们干一杯吧 去吧 100了 有 Somebody 水 我不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